你好,今天我想驱逞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现在在这几年是一个很火爆的一个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的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要做一个气候变化的报告 投资会关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 如果你不讲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去投你 所以这几年生的是非常火焰 但是这个议题是真的还是序的 我是一个在这个气候变化有一个得意解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拍戏评或者是写文章比较早 我做很多培训内培或者是公开课讲 气候变化,律系金融,我有钱在里面占 所以我是活力活一的一群人 但是如果纵观整个世界 其实第三世界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要第三世界要去为气候变化去买单 是不公平的 因为所有的很多的消费也是发达国家引起的 他们收入高了 他们是可以承担比较高昂的可再生能源 但是你叫第三世界要去负担可再生能源 他们的要收入不高 你要他们榨的成本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难受 所以站在不同人的角度里面 你会发现得出来的事情是不一样 但是整个世界是欧美国家去有话语权的 所以你所有的比方说EU taxonomy就是欧盟的这个目录 这个旅行目录或者是发债的CBI的要求 都是由欧洲人或者是美国人去定这个标准 中国想定自己的标准 但是你外国人肯定不会参与你的玩法 你自己在内地自己去做没问题 但是你要国际应同你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也是欧美去控制全球的 你说这个气候变化如果不做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短期 比如说几十年也是短期 你会发现今天真的给以前几十年的 比方说温度是比较高 比方说三十几度一天的出现的天数给以前多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死亡的人肯定多 对很多人是不利 但是用这一个手段去解决问题 是不是一个解决好的问题 我不肯不能讲是不是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没办法 整个产业链已经存在 很多不同的既得利益也存在 我们也被逼去要做遵守这一个游戏规矩 今天讲的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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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